变形季 最穷女孩 看她来城市家庭后的举动 难怪网友吐槽 这一季的变形季 可以说非常的熬人 一次性变形13位少年 一起去农村变形 在没有大人的情况下 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自理的 在农村家庭 聚集十来位城市少年 通常也会有很多农村主人公 去城市生活 最好比最新一期中 这个城市爸爸妈妈 家里迎来了三位农村孩子 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自己当初把儿子送变形的时候 就是因为儿子不听话 没想到农村孩子来到城市之后 也一样不听话 尤其是这个农村女孩 本来就是生活在农村 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按说可以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她不但没有 反而还和另外两位 农村少年争吵了起来 自己往沙发上一躺 扇子一扇 自己就和城市里的主人公一样 就这么自然 看到她在城市家庭的这个行为后 也难怪网友们都表示不喜欢她 她在管理自己的方面 还是有欠缺的 每次吃饭还剩饭 不懂得珍惜粮食 种种原因导致 不让城市爸爸妈妈那么喜欢 也许她真的该变形一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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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